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心理辅导咨询工作 理事长白又云更是幕后重要推手 原本生命县协会就只在安乐区行政大楼 长期漏水严重 白理事长协助担保购置这间60平的办公会馆 让志工们执勤可以更安心更安全 白理事长他在今天理事长之后 发自内心然后有这么有魄力 在非常短的时间解决50年来生命县会馆缺乏的问题 完成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会馆 让我们的志工有好的空间来服务人群 第二个感谢是我们的志工伙伴们 这些老师大家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自己的时间心力为社会付出 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陪伴 我自己心生有体验 我上一次来会馆参观的时候 就感受到老师他们真诚的去理解 你的每一个人的困难跟需要 新的会馆已经上线启用 志工们轮班提供24小时的电话协谈服务 议长同志委特别致政匾额 感谢理事长和志工伙伴 以爱心和耐心抢救无数陷入苦难的生命 获得新生 我们协会是做真的是做非常多的事情 一年内接着电话一万多通 一万多通 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姐妹 我们各位老师真的是人生 人生可以做自己最大的一个 把一个能力的一个展现 我想对社会各界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新的会馆正式启用 协会安排心理辅导 咨询相关课程 期盼精进志工相关服务专业能力 全面提升服务品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在这里来看交通部长李孟燕 因为遭爆料有第三者主动请辞后 正在全国各地推动民进党七年营活动的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被点名是热门的接任人选之一 一起来听他的回应 在金融市议会议长同职委等人陪同下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虔诚地向土地公上香 随后并到仁爱市场品尝小吃 沿路获得摊商民众热情欢迎 对外界点名他是接任交通部长的何事人选 李又昌回应表示这想太多了 他现在的身份是民进党秘书长 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就是把工作做好 其他不做他想也不会有这样的思考 我想这也想太多了 我现在的工作跟身份是民进党秘书长 那我不管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职务 过去担任金融市长 我就是好好把金融市长的身份角色扮演好 把工作做好 带给金融市民光荣 带给金融进步 那担任内政部长 我把内政部长的工作把它做好 那至于其他的不多作想 我想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推动青年营活动的林又昌 也有感而发地强调 政党的理想才是吸引年轻人的主因 也是政党的品牌价值 民进党会继续扩大 与社会各阶层的对话 让社会大众能持续信赖民进党 民进党是一个已经执政第二次的一个政党 那连续执政 但是民进党不可以 也不能老化僵化跟退化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更多有志的一个青年来加入民进党的一个行列 然后在各个领域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根源 那从各项的一个民意调查看起来 民进党是最能够守护台湾主权 顾本土的一个政党 民进党也是现在最有执政能力的一个政党 民进党也是现在最青年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想价值跟我们的理想就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主因 那也是一个政党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会继续的扩大跟社会的各阶层的对话 那另外也让社会各阶层知道民进党政府 到底在为国为民在做哪些事情 那所以在之前所谓的反滥权负民主的一个行动 也让全国民众知道说 在国会里面执政的国民党跟民众党是怎样乱搞 那真正的守护台湾然后维护国家的一个体制 跟这个宪政的运作是这个民进党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用一个成熟 然后有理念有价值的一种立场跟态度 更重要的是有施政执政的一个能力 来展现政党的一个价值 我也吃过很多其他一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基隆又不产米 还有基隆的米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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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预告 8月22号即将送行政院院会的总预算案 将会有非常多的亮点政策 请国人拭目以待 民进党在中央最重要的现在就是把在立法院 在行政院里面的法案 还有包括总预算 各项福国立民的一个政策 然后这个能够持续的往前推动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看得到 中文泰院长我们施政的总报告 还有包括总预算最近会推出来 我想里面有非常多亮点的一个政策 我们值得来进一步来看 这个行政院所推出的亮点的一个政策 我相信大家会有感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为了要改善仁爱区孝二路 右转31号桥以及书院里和施球里 进出高速公路口的交通安全等问题 议长童子伟特地办理会堪 希望进行改善 仁爱区孝二路采取三二车道方式 让车辆进出市区和高速公路 其中市区右转往31号桥方向 现有号制灯号虽然采取 同时可以直走以及右转号制 但是地上的标线却只有右转方向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现场会看后 建议市政府交通处 突销地上右转方向标线 让要直上高速公路 以及右转31号桥方向的驾驶人 可以更清楚也更顺畅车流 中间这个车道是要直接上高速公路的 右侧的那个车道是要上31号桥的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 然后下路的除车空间其实不足 刚经过我们交通队专业的这个建议 那我想我们建议这个交通处来做讨论来改善 也就是我们右转的车 因为号制本来就是直跟右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那个号制本来就是直跟右 所以我们右转的那个车道 其实可以把它改成直跟右 都可以进行 可以稍微疏解一下中间这个车道 除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为了改善仁爱区孝二路右转31号桥 减少车辆涌塞问题 以及书院里和施求里进出高速公路口的交通安全情况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在接到民众陈勤后特地办理会堪 邀集包括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警察局交通队 仁爱区公所以及当地里长等相关单位现场会堪 书院里三信公前方社区道路 目前是双向进出高速公路南下方向 议长同志委会堪后提出改善安全措施 我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包含出入口的红线的设置 然后这个杂草的处理 跟妨碍视角的一些障碍物清除 我想我们后续会跟区公所 跟里长还有相关民众 或是三信公大家做个沟通 希望以安全的方向来进行 另外在车辆要从施求里 汇入高速公路北上往基隆市区方向 汇看后也希望加强安全措施 从施求里这边出去 外面就是高速公路 所以也并没有任何的耗制 所以大家出去一定要等到没有车才能出去 然后他有一些视角上的一些障碍 所以我们这个里长也非常的清楚 然后在地的居民时常在反应 所以我们希望交通处增设这个警示标语 从这个隧道出来以后增设警示标语以外 还可以再多设个反光镜 然后包含我们一些比较有危险的地方 可以划红线 把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先来把它解决 让民众出路可以更方便以外 我们再来观察长年的交通报告 那我们刚才请示这个交通队的这个相关事故报告 最近这一两年这个出路口是没有事故 但是我们希望预防剩余这个治疗 就是希望可以把所有的安全的问题都解决 让民众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出路空间 至于陈勤民众指出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右转中四路方向 路口斑马线是否需要往南隆路方向重新划顺呢 则是因为各有利弊会刊后再行研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北台湾最大的洗创设备制造公司 就在马林 旭腾公司董事长郭炳元 每年在中原普渡都会制赠生活物资及红包 给七堵区大约勿施户的弱势边缘户民众解蓝莓之急 获得市议员张耿辉及里长们的肯定 旭腾公司董事长郭炳元 亲自示范用多功能智慧吸盘利用真空原理 直接紧紧的吸附在钢梁上 简简单单就能够承重一位80公斤重的人 这项发明也获得多个国家的专利 所以不用担心 他本身虽然他是秀 他可以拉80公斤 事实上他可以拉100多公斤 可以让他人吸不住 那这个一次要充电多久可以用多久 像你充一次电的话 一般的话他可以用好几天没有问题 但是一般就好像手机一样 你如果用完了 如果你明天要用 你就晚上炸下去充电 事实上他是充了一两个小时就保了 所以基本上他不只不漏气的平面 石材、木头、钢材、玻璃 通通都能用 包括到像大理石那个粗灶面 他也可以用 所以通通都可以用 通常会用在哪些用途 用途会比较多 用途很多 我刚刚讲 搬玻璃 或者是说你现场在安装 那个不锈钢板 大楼的一些不锈钢板 或者说你洗窗机在用 那因为风太大 结果造成你那个吊笼会灰 那你就把这个锡在那个墙面上 然后把它绑在你的吊笼上面 吊笼就不会飞来飞去啊 这只是作为北台湾最大洗窗设备制造公司 其中一小项洗窗设备的发明和产品而已 而让外界觉得更佩服的是 位在七毒马林的旭腾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是公司董事长郭炳元 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感恩信念 每年从以前在中秋节到现在 改在中元普渡期间 十多年来都会制证生活物资以及 红包五百元到五千元不等 给七毒区包括马西马东马南 以及六毒四个里大约五十户 生活家境问题不同的 弱势边缘户民众解蓝莓之急 同时也分别捐赠五万元善款 给伊甸基隆区和中华民国 右上慈善协会 帮助弱势朋友 也是把这个爱心在七毒区 我们认识的这几个里 像马东马西马南还有 那个伊甸还有我们这个 系紫星系紫棋 来接受我们 育权慈善协会的 这个爱心物资发放 谢谢 郭董的爱心也获得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基隆市益肖一芬队 荣誉团长林坤明和马西里长 陈美云 马东里长游易卢 马南里长苏晨素花 以及六毒里长于良胜的 感谢和肯定 我们也呼吁 当然我们人在生活的时候 不一定完成是很顺利 在未来的有可能的话 要学习我们 郭董的企业家的一些慈善精神 然后发挥我们的爱心 到处就充满了整个社会 在林坤明协助下 旭藤公司也成立了 基隆市旭藤育权慈善协会 持续发挥企业责任做善事 而收到物资和红包的弱势边缘户 对于郭董的爱心和张耿辉议员的帮忙 都有着满满的感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一家开业七年的牙医诊所 特别在清安宫广场 举办七周年的公益联合讲座 宣导牙齿保健的知识 将正确的观念伸直人心 牙刷石刷毛要碰到牙 而且呈现几度 75度 背板上写着标语图卡 向长辈们为了宣导 如何正确刷牙和牙齿保健 举办这个活动可以增加很多知识 因为不见得说 平常不见得说 我们每个都会 我晚上刷牙上下左右 第一是要剃牙齿 然后剃好牙屑 然后好再刷牙 刷好早上起来还是要再刷牙 这样保护牙齿 那现在最新的研究是说缺牙或患者 少了咀嚼牙齿互相咬合的一些神经刺激 就可能很容易得到十肢症 这些都是可能我查到的比较严重的症状 大家可能在台下会想说 其实缺少了几个牙齿有这么严重吗 医生室都还吓我 台上牙医师举办讲座 教导民众如何维持牙齿健康 坐在台下的几乎是长辈 许多人年轻时疏医牙齿保健 现在才要开始治疗 长辈们嘛 就是年轻的时候很辛苦 或是之前的观念没那么普及 其实现在是建议大概60岁以上的 年长者都要定期到诊所 可以做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或牙周相关的治疗 这样子可以尽量保存牙齿 这样对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可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 今天这场演讲有很重要的目的 也是推广一个术士 新的术士 就是说不用花费那么高的情况下 不用植牙去支撑整口的一个甲 这个叫all on fall 一日全口重建的技术 就是它一天的时间 也不用就是很痛苦 然后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牙齿的咬合恢复 基隆地区知名的牙医诊所 举办七周年公益联合讲座 地点就在基隆信仰中心清安宫广场 原来七年前牙医师童伟伦 从台北回到家乡 开设牙医师诊所 受到千安宫主委童勇大大鼓励 希望他能够回馈家乡 从本来都在台北开我门 我们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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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回家人家人家人家座 人家人家要想什么 也知道这是阿公的孙 我家人孙很妙孔 我怎么要出名 所以孩子都听听话 很友好 所以话题也要给人家废 因为长期在台北工作 大家都知道台北应该是医疗资源最丰富 最新的设备课程都可以在台北获得 回到家乡基隆就发现有一个落差 包括自己的家人也都在基隆 也是需要一些比较好的照顾 我就是觉得说 应该要把自己的专业带回基隆 把更好的一些医疗设备跟技术 让基隆可以跟台北 甚至跟这个世界都接轨 这是我觉得回到基隆 然后阿公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寝室的原因 出了牙齿保健 讲座中 还邀请了三军总医院医师 教导民众认识高压氧植牙技术 让患者能够利用最短时间植牙 降低对于植牙害怕程度 那高氧就是利用高压的状况 老人家即使血管不好 他可以利用高压 那氧气会扩散 那到牙齿 牙齦 那改善病人牙周的健康 因为他病人的牙齿 牙本要够好 他那个牙体像枝牙瘦 种的时候 种下去 它才会更生长 老人家很容易就是因为枝牙 枝牙的牙体跟牙齦 跟骨本没有办法愈合的话 他这个很容易就在失败 会松脱 主办的牙医诊所 希望透过活动 让大众了解 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加强对牙齿保健的观念 记者 黄绍铭接用报道 喂 苏喜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蛤 引法据点是什么 金龙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 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材活动 职场体验等 各项活动哦 零法活动 世代共荣 最后最后一摩族完成 在座内的组织 调測自于智子 都赶快速通过 大阳的组织 天安鬼静 合成阳电化 并且珍您新课 展览根据尾 适力 业织 faculty 候逆边 动态 视频 好 社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有一個 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來代替行人 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我資深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從中國來 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 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基隆市政府和毫馬長跑協會 將在10月6號合作 舉辦第一屆 2024基隆城市辦成馬拉松 衛生局長帶頭組團50人 響應這一次的馬拉松活動 特地在祖埔壇及中正公園一帶 先練跑備戰 呼籲市民好朋友 一起來參加 在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帶頭下 衛生局組成50人的馬拉松代表隊 開始在祖埔壇以及中正公園 和義正公園一帶 先練習跑步備戰 為的就是要參加基隆市政府 和毫馬長跑協會 將在10月6號 合作舉辦第一屆 2024基隆城市辦成馬拉松活動 作為推動市民好朋友 平常就要多運動保持健康 主管衛生醫療保健龍頭的基隆市衛生局 更是帶頭組團50人 要享受這次的馬拉松活動 也呼籲市民好朋友一起來參加 我們基隆市政府 今年第一次跟我們的 入跑協會合辦了 基隆市第一屆的城市馬拉松 我們基隆市的這個馬拉松 會沿著海邊跑 看得到我們外幕山的山 跟旁邊的海非常的美麗 基隆市衛生局 本來就是一個最重視健康 重視運動的一個局處 所以我們當然響應 市政府教育處 主辦的這個基隆市路跑的活動 那也很感謝我們基隆市 衛生局的同仁 我們有將近50個同仁 一起來報名這一次的路跑活動 那時候在報名的時候 我們就很踴躍的鼓勵大家 大家都很踴躍的參與 但是已經時間接 現在倒數7週了 10月6號就要開始跑 我很怕我們的同仁 跑到半路的時候 如果被認識的醫護人員救了 那就很丟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7週 就有好好的備戰練習 所以我們就要備戰基隆城市馬拉松 第一次的城市馬拉松 倒數7週 我們鼓勵我們的同仁 今天先出來暖身之後 跑步練習 練習完之後就會知道自己體力還不夠 不管你抱3公里 10公里 21公里 都需要每一個星期持續來練習 運動可以讓我們的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不會得慢性病 體重不會變重 然後會讓我們的心力也非常的愉快 不會憂鬱 讓我們的身心都健康 更有自信心 鼓勵我們的視頻朋友 一起來運動 就算你沒有報名到這一次的路跑 平常我們的健行 或是很多各個局處辦的運動活動 各種愛健康的運動活動 都一起來參加喔 開始練跑之前 衛生局馬拉松代表隊 先在兒童公園做超慢跑 以及拉筋等暖身運動 避免運動傷害 特別是要參加馬拉松活動 不管要參加幾公里的跑程 都需要先利用一些時間 循序漸進進行跑步訓練 加強心肺功能 才能快樂跑步健康運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基隆市政府財政局打擊不法 茶獲撕裂酒品績效卓越 榮獲全國第二表現優異 展現基隆在撕裂煙酒茶器上 絕不妥協 基隆市政府煙酒茶器人員 會同海巡 岸巡等聯合茶器單位 進入倉庫加強茶器非法煙酒 成果相當豐碩 大家知道出國可以帶回來的煙酒 應該大家應該都會常帶煙酒吧 煙酒大家知道一條可以攜帶量是多少嗎 基隆市政府財政處煙酒管理科 每年執行撕裂煙酒茶器及法令宣導 新年度有別於傳統的海報宣導方式 特別製作一部短影片 活潑生動的卡通宣導 近期前往基隆監理站等地方宣導 也讓民眾印象深刻 我們煙酒是有檢舉獎金的喔 是我們的DM裡面也是有答案的喔 600萬 對了 我們的煙酒獎金就一個案子 那通常會達到600萬 通常就是漁船的走私才會有這種可能 就大量或貨櫃的走私這樣子 以前我們的宣導呢 我們大概透過DM 然後跟民眾的一個發放而已 但是因為現在呢 我們有製作了一些短影片 那因為這樣的生動活潑 再加上不同的場合 然後能夠跟民眾互動 然後又在當下呢 我們又有一些的 一個有獎真答 所以也增加他們對於 這個撕裂煙酒的一些認識 那真的是對我們在煙酒管理部分 的一個茶器啊 我覺得都有很大的注意 免稅煙酒違法販售 除了可能受到罰之外 也提醒民眾購買酒類 記得要先看優質酒類 認證標章 產品才會有保障 也能夠透過我們今天的W標章 對我們的酒品的優質酒品 能夠更進一步的認識 110年 111、112 事實上呢 都顯著在 在查貨量是有降低 但是為什麼這個會凸顯 就是因為我們跟海巡俗 然後呢 在共同查獲的一個 大量的一個母船 那這個呢 也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的奴役之下 也嚇阻了這些 違法走失的一個心態 所以我們有良好的一個績效 除了仰賴政府查期之外 財政處煙酒管理可以呼籲 民眾可以透過慎選商家 來保障自身 健康和消費安全 購買煙酒時 請到合法通路 並鎖取收據或者發票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基隆市安樂區鷹哥社區暑假期間 在鷹和親子公園 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鷹哥玩很風 秘密探險社區活動 吸引了許多親子家庭熱情參與 吹泡泡踢足球趣味桌遊等遊戲闖關活動 讓大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我覺得很好啊 趁著這個活動期間 我帶著我的小朋友來玩 那感覺真的非常好 包含有攀岩 還有我們泡泡球等等的活動 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 這個活動還蠻好玩的 小朋友喜歡 就是有讓他享受在其中 我們基隆的年輕人 都很缺乏一些戶外的活動 最好玩 很棒 真的很好玩 主辦單位 鷹哥社區發展協會 與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社區培禮中心 設計秘密探險社區活動 巧妙地將各種福利服務資訊 融入闖關活動中 設計了七個關卡 結合安樂親子館 跟伊甸的兒童發展服務 然後做一個發展檢核的活動 那希望在暑假期間的時候 大家可以多在社區裡面走走 然後發尋社區不一樣的地方 促進社區凝聚力 同時也了解兒童發展解核 消防安全 器官捐贈等重要議題 人死掉以後 有什麼器官可以幫助人呢 這邊是剛好有一個小爬坡 然後可以練習他們一些體能 心肺能力 然後就有推球 跟社門動作 也可以讓他們有一些 就是協調的訓練 為社區居民帶來歡樂 更展現了社區友善 共好的互助精神 詩緣情真親自到場 鼓勵大家來探索安樂區攀爬公園 大家暑假期間 親子們走出來戶外 然後走走我們安樂親子公園 過去大家未曾去過的一個 山頂上的一些秘境 讓大家來認識我們這個社區 為孩子們提供就近的遊玩空間 同時也為家長創造放鬆交流的機會 透過活動也促進 零里間的交流與凝聚力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超級其他人的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